我是把我們家的小輩交給你們囉 這支廣告都由我接替葉可蘭的位置 下屆在我心中是優人的第一名模啊 張總給彼此一個機會 再來跟一碼重新做造型 然後兩位再來挑選最適合的產品代理 下個禮拜就是公司的年度PV 您分的標題 總監 第一名有什麼獎品啊 這支廣告 让你重新作乐 万一成年 就要单身 请想清楚 只要走进这麦指纹 你会发现我 这些美食 都是不可能 爱上一个人 我不得不去 小心认证 爱上一个人 总是让我太过分身 爱上一个人 我不得不去 小心认证 爱上一个人 总是让我太过分身 爱上一个人 如何最难得一百分 给我的人生 就可以美梦认证 我告诉你 Near Image的年度发表会 一向被Salon界视为是明年度法艺流行趋势的指标 也就是说能够参加这次盛会 以及发表作品的新人 将被Salon界视为明日之行 就像是晴空 晴空 晴空 晴空我听过 听说他现在是英国Salon界 最有名的华人设计师 原来他是Near Image的设计师 原来他真的不比一比 不要再说了 晴空是谁 另外 这次的评比 公司会颁发十万元的奖金 给优胜者作为奖励 有奖金十万块 如果我们硬的话 就可以把重男的门面装修了 那也要有实力赢的年度评比 要报名的 我 我要报名 我 我不能报名吗 嘘 要报名的 自己组成一个team 然后再向我报名 好啦 大家没事的话可以先回去休息了 贝若一 你留下来工作检讨 工作检讨 工作检讨 你完蛋了 如果要坚强 就会看顾你了 我们先打了 你知道自己今天做错了什么吗 请总监指教 当设计师在跟客人沟通的时候 你不应该插嘴 特别是客人的私生活 那不是我们可以评论的 可是在我们中男 大家都是这样聊啊 这样多心切啊 这里是国际水准的Sloan 你对我们中男有什么意见吗 你就是这种毛毛糟糟的个性 才会没办法成功 你一句话也不会讲 你今天要鼓励叶可兰 却提到从小看她走秀 提到她的年姿 最后还说很怀念她 你知不知道叶可兰的心情 差点被你打垮 我也是一番好意啊 要不是那个Emma从中导播 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啊 你也不要故意一直骂我啦 我知道我之前设计你很不开心 所以趁机一直骂我 好啊 就骂到你高兴为止吧 你如果继续抱着这种自以为是 不肯虚心学习的态度 不管到哪里 都会像今天一样是个害群之马 就算你回到中男 终究还是会害了中男 你在乱说什么啊 你根本不知道 我对中男有多么重要 我是中男未来的才助 怎么可能会害了中男 你心里很明白 中男已经失去市场竞争力 他能够吸引的 就是一些郡村的老人家 还有公务员 再这样下去 中男有一天会没落 甚至消失 唯一解决的方法 就是让中男的技术跟得上潮流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爸 把你交给我们的原因 你知不知道你爸把你交给我们的时候 心里是放着什么样的期待吗 他一个老人家 或者是一家小理发厅 为什么要让你回到别的店工作 他是为了要成全你的上进心 他是要让你多学一点 你就口口声声说要放弃 就算你有点天分 很了不起吗 李父亲对发型的理念 我很认同 他说万法有心声 我听了以后 觉得非常的感动 也许他老了 跟不上潮流了 但是他的精神 却让我非常的尊敬 你呢 你这颗傲慢的心 能够设计出什么好发型 你不了解你父亲的理念 你没有资格当个设计师 你骂完了没 我已经为你打开了成功的大门 你却不愿意踏进来 你是个笨蛋 有你这种不上进的女儿 我替你的父亲感到悲哀 就算是实话 有必要说这么直接吗 1.1,3 小姐第一次来啊 在哪上班啊 在国庚路 卖冰榜啊 对啊 那你吹这个发型就对了 冰榜一定卖班 那些汶奖先生啊 遠遠的經過 就被你這個半瓶山給吸引住了 好了好了 來來來 來來看一下 來來來 重點來了 還有 有 太完美了 搞定 來 不用掌了 謝謝老闆娘 那不是是拆救的半瓶山嗎 廢話 我告訴你 方圓五百里之內 沒有人可以像我一樣 吹出那個半瓶山了 連師傅都自嘆不如啊 你這個叛徒 你回來幹嘛 幹嘛啦 是小貝叫我回來住的 什麼 小貝原諒你啦 這我都要親自問問看他 小貝呢 小貝喔 我記得他今天好像 被隊老師留下來教訓吧 什麼 我就知道這個杜雅思 不懷好意 今天才第一天上班 就欺負我們家小貝 上次沒有躲到他 這一次我一定要戴好看 走開 你又去打人了 喂 喂 哎呀 差一點了 再來一吹 嘿嘿 嘿 哎呀 你又沒中 嘿嘿 你在幹什麼 喂 喂 什麼 我在練高爾夫啊 我是哪裡惹到你 是沒有惹到我 你今天是不是把小貝 留下來臭罵一頓啊 這麼快就跟你告狀了 怎麼樣 我上了老闆 難道不能糾正 員工的缺失嗎 糾正別人可以 但是糾正小貝 就是不行 你千辛萬苦 把小貝騙到妞妞罵舉 是不是為了要折磨他 你無聊 每一次找理由生起 被羅里脾氣這麼壞 一定就是被你們帶壞的 哎呀 你敢教訓我 你 我 幫我拿一下 你重難這一票的人 你打架都這麼不專業 喂 喂 翔明啊 我被手架的妞妞妞 你給羅里救我好不好 我看到好多小精靈 什麼 你看到小精靈了 你不要怕 我馬上來救你 好 喂 你是不是把小貝 關在妞妞麻吉裡面 是嗎 你知不知道 小貝要是被關在 密閉空間裡面 他就會看到 黑色毛茸茸的東西 跑來跑去 他很怕那個東西的 你居然把他關在裡面 我回頭再找你傳證 不要 不要過來 媽媽 不要走 不要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裡 不要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裡 我睡不了了 你不要這樣 我睡不了了 小貝 小貝 不要怕 我來救你了 郭老師很妖屎啦 快點 不要怕不要怕 我來救你了 好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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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我不會丟下你一個人 沒事 也要害怕 沒事 小飞 不要怕 好了 報告了沒 小飞 不要害怕 旋律有啟動了保存系統 門會自動鎖起來的 不好意思 忘了 妳在搞什麼東西 小飞 妳沒事了吧 這是怎麼回事 她常常會看到小精神嗎 老實告訴妳好了 在小輩很小很小的時候 有一天她媽媽突然瘋了 我不要這樣瘋了 拿了一把剪刀 把自己的頭髮亂剪 你覺得到你怎麼辦 還把小輩鎖在閣樓裡面 吵死了 就這樣離開再也沒有回來過 自從那一天起 小輩只要被關在密閉空間裡面 就會看到毛融融的小精靈 小妹 妳不要害怕 以後我會保護妳 你是在跟我說對不起嗎 對不起 上一次妳要我到人家隔楼過一夜 我以為妳想了什麼辦法要整我 原來 妳有妳的原因 我那天喝醉酒 希望我沒有說什麼傷害妳的話 沒有啦 妳沒有說什麼傷害我的話 原來那一晚 杜雅寺真的有在閣樓過夜 小輩騙了我 好了啦 小輩是以前整過妳 怎麼樣 妳也整回來了 妳們互不相見了 小輩我們走 以後不要再回來 這個妞妞麻糬這個爛地方了 走了 現在走 又能怎麼樣呢 回到中南過著舒服的日子 過了三點五年後 我還是跟現在一樣沒有進步 杜雅思說得對 就算我現在回去中南 也只是會害了中南 小輩 妳瘋了 妳跟我說過 我們要一起救中南 我要救中南 就必須先離開中南 這就是我爸的苦心 我一定要學習到 真正頂尖的美髮藝術 我不能再辜負我爸了 成功的大門已經打開在我眼前 我不能不進去 真明 妳也是設計師 妳一定會希望有天在大街上 大家會頂著妳設計的髮型 開開心心的賣開自信的步伐 走在街上 妳一定也是這樣想的對不對 對 總監 我明天還可以來上班吧 當然可以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是這樣認識的 那該有多好 對 搞得我們現在 酬結得很深的樣子 不過如果沒有這些過程 我們現在也不會站在這裡 讓我們重新認識一次好了 抬高興認識 不是的意思 抬高興認識你 杜瓦斯先生 我現在正式邀請你 到明月妹去上班 好 夠了 我夠了 我覺得不行 應該要訂一個契約 保證小輩回去 不會再被你欺負 你憑什麼給我訂契約 我 哲明說得對 要訂契約 好 嗯 工作契約 小輩犯錯的時候 杜瓦斯因柔性勸導 事後以E-mail告知 不得當眾對小輩大呼小叫 杜瓦斯對中南理髮廳表示尊重 不得以言語侮辱 或以各種惡行令期倒閉 杜瓦斯不得過問小輩 失事 不亦不得以植入之變 追求小輩 那一條是我家的 合約一事兩份 崔明 我明天就來 這是大門的感應卡 這樣下次就不會再發生 今天這種事了 謝謝 那明天見囉 明天見 同事們都叫我小輩 你也可以這樣叫我 小輩 走了 拜拜 拜拜 小輩 我原本以為我們可以一直在中南奮鬥 可是妳現在有新的理想 我很祝福妳 可是我也很捨不得妳 妳沒事 妳哪裡有問題 我又不是永遠都不會回來了 幹嘛那麼緊張 小妹 妳老實告訴我 妳是不是 喜歡杜雅斯 喜歡杜雅斯 沒有 我只是想要跟他學習一些東西 真的嗎 真的 那就好 那就好 那就好了 好什麼好 你到底在擔心什麼 我沒有聽我媽的話 去喜歡醜妹 是因為我的心裡 早就有妳了 小輩 小輩 妳要牢牢記住 就算妳不在中南 我也會守著中南 等妳回來的 大便 大便 JING 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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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爸 我剛剛又看到小精靈了 又想到妳媽了 我才沒有想她 我只是想到我媽離開了那一天 十七年沒回來過 在外頭肯定過得不錯 那如果媽回來的話 你還會接受她嗎 我 我肯定拿把哨把 把它給掃出去 爸 這裡本來不是有一張媽的照片嗎 怎麼不見了 收起來了吧 這什麼 在哪找到的 在你的枕頭下找到的 哪個時候放的 人老了 糊塗了 想不想 爸 爸 我們不會再窮了 因為呢 我已經決定要在Neo Image好好的學 將來開一間比Neo Image 還要大的Salon給你管 哎呀 我們家的小貝真有志氣啊 爸爸就等這一天 爸 我要早點睡囉 如果要成功的話就不能遲到 對 晚安 早點睡啊 別東方西摸到 你這一輩子做得最對得起我的事 就是給我生了個貼心的女兒 又是充滿活力的一天 今天我一定要打起精神來 朝頂尖設計師邁進 早啊 早 你這麼早就來練習啊 你也這麼早來練習啊 沒有啦 我只是比較早起床而已 你不是也想報名參加年度評比嗎 對啦 我是想要試試看 可是我沒有你這麼厲害 你知道就好 不過你放心 總監會照你 你是靠他關係進來的嗎 我跟總監非心非故 總監對我也非常嚴厲 我想我們是平等的 如果我們是平等的 我勸你不要參加年度評比 為什麼 因為你會自取親 有必要這麼傷人嗎 這是一個認真的評比 不是你這種二百五隨便玩玩的 沒有一定的實力 只會被眾人辭笑 你所謂的眾人 還不就是指前輩你 還有Windy小愛那些人吧 他們敢辭笑你不敢辭笑我 是因為他們知道我的實力 老實告訴你 如果在一般的餐廳 我早就已經升設計師了 為什麼我還甘願 在這裡當洗頭妹 因為在捏的印象出頭 才是真正的出頭 憑你也想當助理設計師 除非我死了 我家也是看立法廳的 我甘願來這裡當洗頭妹 就是因為我也想要闖出一片天啊 沒錯啦 你是比較有實力 可是我也要告訴你 我是非常認真的 態度在對待這次評比的 只要我一旦決定要參加 就會全力以赴 總有一天 我也會成為頂尖的設計師的 很好 我等著看 在你成為頂尖設計師之前 幫我把這邊先整理一下 喂 媽 今天還不是發生水的日子耶 我知道 一有錢我就馬上拿回去好不好 對了 媽 過幾天啊 我們有一個年度評比 只要過了 我就可以成設計師了耶 還有十萬塊的獎金喔 對啊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錢還清了 媽 你放心啦 我以後一定會賺很多錢給你的 不會啦 我不會辛苦 媽 你自己身體也要保障喔 嗯 評比想贏我 搞不清楚誰是前輩 我要讓你認清楚助理的本分 小貝 你現在先去門口招呼客人 我啊 又成為頂尖設計師之前 一定要先學會怎麼招呼客人 好啊 那要怎麼招呼 看到客人要先問好 這妳怎麼會了吧 然後呢 問他要做什麼樣的消費 有沒有指定的設計師 再請設計師 OK 這我會啦 好 OK 彤彤 好 那我去招呼客人喔 老天 請問今天要做什麼樣的消費呢 燙髮 燙頭髮 那有指定的設計師嗎 阿爾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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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茲哪位啊 阿爾茲 直接翻譯過來就是雅思嗎 我知道了 這邊請 謝謝 老家 阿爾茲 阿爾茲 歡迎光臨 請問今天要做什麼樣的消費呢 我今天要洗頭 剪髮還有修指甲 那有要指定的設計師嗎 有 林爾茲 好的 老點Richie 汪三恰三瓦皮 請坐 稍等一下喔 小貝 小貝 我在香港長大 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是 我告訴你 這是我們本地的專業術語 解釋給你聽好的 老點就是有客人指定你 汪山就是洗頭 恰山就是剪髮 瓦皮就是修指甲 所以這位客人呢 就是要洗頭剪髮修指甲 了解了嗎 好歇雷啊 還好啦 你是修指甲 工作契約裡面 有時候不得大呼小叫 但是沒有規定不能 拉耳朵吧 喂 總念 那個 總念 你給我在這邊好好的學習頭 我順便研究一下什麼叫做專業術語 我說錯什麼了嗎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洗得不錯嘛 欸 我告訴你啊 我告訴你 洗頭呢 這可能是要有訣竅的 你萬一抓不到這訣竅 你永遠一輩子就要洗頭妹吧 再大力一點 再大力一點啊 這是風水輪流轉啊 怎麼會輪到你叫我洗頭呢 英雄不怕出聲低嘛 我告訴你 你將來一定會成為世界上 最頂級的設計師 加油 不會吧 那個花心大老婆 又可以威脅我的救命恩人吧 好 沒告 我洗頭來 還好 杜亞斯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嗎 如果是他的話 那我就注定逃不出道他怎麼長了 還好 也不是他 小姐你怎麼回事 小貝 好幼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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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可蘭今天拍唇筆的平面 他希望你過去也可以 他已經指定了 我知道了 好 Alys 今天就教我老師幫你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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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原來是Richie 他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 避孕的紅線 果真還是把我們兩個牽在一起了 小貝跟我走吧 我跟你走 不管你要帶我去哪裡 我都跟你走 好 沒錯 這態度就對了 我說過 你是我選擇的助理 你說 我是你選擇 的助理 不然呢 你上次當了這麼多人面前 說要選擇我 是要我當你的助理 蛤 什麼 你看外面這麼多助理 我都沒選了 我卻選擇了你 好啦 不要發呆了 工具包趕快準備一下 葉可能還在等著我們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如果妳自己把我當成助理的話 怎麼可能會為了救而獲出生命呢 雙魚座 今天將會親吻心愛的人 我是雙魚座的啊 可是我才剛剛失戀耶 搞什麼啊 我被動不快一點 Richard 你們的工作會常常要外出嗎 是啊 有時候會接一些CF 有時候會拍一些MV 你也收到戀愛簡訊啊 你是巨蟹座的喔 我今天也有收到這個簡訊 所以我會跟心愛的人接吻 你也會跟心愛的人接吻啊 是誰啊 該不會是我吧 沒想到有人會相信 這種垃圾簡訊 不是跟我 還倒是跟葉可蘭啊 可蘭 有請 氣色不錯 恭喜妳 今天的付出 我相信很快就會站為第一名模的位子 謝謝妳 這都是妳的功勞 都已經是戀人了 幹嘛講話還那麼客套啊 她們沒有在談戀愛 嗯 還說沒有在談戀愛 報紙上都已經登了那麼大篇了 而且啊 要不是因為談戀愛 我們可蘭的氣色哪會那麼好 再說 都已經在狗仔隊的面前 被拍到熱吻的照片了 還說不是戀人 其實妳跟爾齊 兩個人還滿屁的啊 妳們 拜託妳不要再講了好不好 妳幹嘛那麼兇啊 我的意思是說 妳趕快把服裝準備一下 妳快要來不及了 我燙衣服 小貝啊 妳怎麼了 沒有啦 因為剛才她一直在講 妳跟葉小姐的事啊 我覺得這些八卦聽起來很刺耳嘛 妳要習慣 這一行就是這樣 我們常在這些名人身旁打轉 都會有這種八卦留言 要學著非禮物聽 非禮物言 我先去跟攝影師討論一下 妳幫我把可蘭的頭髮吹蓬 妳喜歡Richard 我是對她有好感啦 因為我覺得她很神秘啊 而且又很Man 她以前啊 是臥底警察耶 知不知道 她打架的時候超帥的 可是妳喜歡她 會很辛苦喔 為什麼 因為你們根本是 不同世界的人嘛 會嗎 真的沒辦法 不是 我們要的是一個 愛情的氛圍 照片是以可蘭為 妳頂多就只有側面嘛 OK啦 這樣也沒辦法 對了 有一件事情 我想要拜託妳 我們公司 有一個年度的助理評比 我想要請妳當我的model 那是什麼樣性質的評比 很簡單啦 就是我自己要找一個model 然後幫她設計髮型 我們公司New Image的設計師 換來當評審 關於車馬費的問題 如果我說沒有的話 妳應該會覺得很扯吧 那 一千塊怎麼樣 有點太低了喔 要不然啊 我可以想辦法調到一千五啊 我不會給妳收錢的 我知道啊 剛剛出來工作的年輕人 都很辛苦 尤其我看到妳的樣子 就想到我剛剛出道 第一次做秀 一個人心當掛面 什麼都不懂 又來到化妝間 每一個化妝師都好大牌耶 沒有人要理我 最後啊 我的髮型也是一個助理幫我弄到 那一次還是我第一次登台呢 OK 我答應妳 謝謝 拜託啦 妳可以的啦 八卦 怎麼回事 我們發的難model 臨時就受傷不能來 我現在呢 正在拜託我們的林爾綺 林大設計師 當一下model 拜託啦 爾綺 可以 去拜託一下我幫個忙嗎 我真的不想上鏡頭 這支唇膏廣告 是我目前剩下的唯一代言廣告 它對我的付出非常重要 請妳幫忙 OK 再來 好 換一個帽子 等一下 阿黎啊 妳們這樣太不自然了 可蘭妮好像在抱電線桿耶 來 我們再試一試 你想像一下 他是你的情人 好不好 兩個人喔 多做一點動作 我來抓妳們鏡頭 來 大家來試試看 OK 拜託一下好不好 林大設計師 欸 你要有那個不幸福的感覺 幸福有沒有 眼睛要有那個放電的感覺 有沒有 好 欄目 Love OK 再來 對 就是這種感覺 記住 你們兩個是對面的 Love OK 來 換一個動作 欸 欸 好啊 來 OK 很好 好 來 OK 再來 好 歡迎帽子 各位長好 謝謝妳 又幫我一次 喂 如果給妳一條這麼正的女兒 妳會不會離開她心哥了 會啊 好 逐死啊 你啊 誰都逮啦 那又是 天天呢 我們沒有的根本沒有 你們拍廣告都是可以這樣 隨便找個人代替模特兒的啊 沒有啦 今天是特殊狀況 我 欸 那我問妳一個問題喔 妳會喜歡葉可燃這樣的女生嗎 我是一個沒有明天的 妳不會沒有明天 妳的明天還有我啊 欸 月娟 不錯 為什麼小輩這麼狼狽不敢 到底是怎麼樣的交情 可以讓妳們兩個一起跳舞 看來我只有主動一點 想辦法讓她變成我的人 你們在幹嘛 你們 在幹嘛 你們 你們兩個到底哪一個才喜歡小輩啊 她 我們兩個都可以讓她們去做 她們的想法 妳 妳們的想法 妳的想法 也會有什麼好看 妳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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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成我两爱情的降临 在我心里 最爱的人就是你 装上翅膀我要飞向你 爱的眼睛 如此坚毅 这是我们的甜蜜约定 Baby you will know I love so sweet